下面说这是第七祈祷文的最后一句 念完所祈祷加持的词句以后还要念诵《念四行咒》 《念四行咒》这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样呢 如此隔日是以一切功德而重的上师 因为上师在功德上面 其实隔日在翻语当中是特别重的意思 什么重呢 并不是说上师的身体很重 掉在地上的时候 啪不是这样的 说是上师的这种很严厉的对境功德很大 即是至高无上的意思 本马就是莲花的意思 也就是说无极莲花生大师的名称 斑马迥雷马因为莲花生大师降生在莲园当中 他诞生在莲花当中后来也是以此取名为莲花生 因此莲花是莲花生大师的名称 最开头的名称来讲的 而师德是所求的殊胜成就与共同成就 共同有八种成就 殊胜成就的话指的是佛果 这个悉地是殊胜成就的意思 而弘是祈愿赐予这样的悉地 悉地是指的成就 就是我们这个悉地和成就一个意思 那么这是以意义来祈祷的 总而言之 我们要依靠这一祈祷文 虔诚祈祈祷诸佛终极的莲花生大师 其实无极莲花生大师就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这里面我们称行称义祈祷莲花生大师 额额是上师的意思 斑马是莲花生大师 那么死都是悉地的意思 红是赐予 意思就是说我们诚心诚意祈祷莲花生大师你 你给我们赐予赞生和究竟或者殊胜和共同的悉地 莲花生大师其实咒语的内容都是很简单的 戈尔巴马师东一一都应该这样解释